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祝福的力量 有一篇文章说到 美国有一位街友 在跨年夜的当天 一个人在素食店外面抽烟 就在接近傍晚的时候 他感觉到他的人生 就像快消失的夕阳一样 越来越黯淡 他看着街上热闹的人潮 大家相互结伴 预备庆祝跨年 迎接新的一年 而相较之下 他面对的却是前途茫茫的未来 这时他口袋里 已经预备好一把枪 准备待会要冲进素食店抢劫 而就在他正要向前走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孩 蹦蹦跳跳地走过来 对她说 新年快乐 这位街友心里想 已经好久没有人这样祝福我了 于是他支支吾吾地回答 新年快乐 接着呢 女孩抱着她的洋娃娃说 可以给我的娃娃一个新年礼物吗 街友对她说 我什么都没有 小女孩天真的说 你可以给娃娃一个吻啊 于是街友送给娃娃一个飞吻 然后再次祝福这位小女孩 跟她的娃娃说 新年快乐 小女孩非常开心地对街友说谢谢 并且祝福她说 明天会更好的 是的 明天会更好 这句话若印在这位街友的心中 成为她心里很大的支持和力量 也因着这句话 她放下了当下想要抢劫的念头 决定不要再犯罪了 后来呢 她认识了一位牧师 在教会牧师和许多人的帮助下 辗转过了五年 她终于彻底改换一心 不仅喜心革面 不再做坏事 后来呢 她还结了婚 和妻子一起前往亚洲 开始教英文 当她回顾过去 她说正是明天会更好 这句话祝福了她的生命 也改变了她的一生 亲爱的朋友 一句祝福的话 可以改变搬转人的一生 如同故事中的这位小女孩 她刚好在这位 街友人生最低潮低谷的时候 给了对方一句鼓励的话 而这句祝福的话 完全地改变了她心灵态度 让她从一个流浪街头的街友 转而愿意重新振作 开始新的人生 看见了吗 一个微小的祝福 一句鼓励的言语 却带来莫大的影响 圣经上有一段话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上帝是乐意赐福我们的神 他为你预备的人生 是凡事兴盛的人生 上帝说要给你的祝福 是全方位的祝福 是手中的工作 蒙神赐福兴旺 是身体健壮 心里也得祝福 上帝要使你的心满足喜乐 而且一样好处都不缺 亲爱的朋友 今天让我们不仅领受 从上帝而来的祝福 我们也可以成为 祝福别人的出口 你的一句鼓励祝福的话 将成为你周遭朋友 最及时的力量和帮助 新的一年 让我们口中都是说祝福的话 鼓励造就人的话 我们开口都是说好话 如此 你口中的话语 将成为许多人 生命极美的祝福 良言如同风房 使心绝甘甜 使骨得医治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 Easy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 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